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VIDIA创历史新高 美光心思都涨 我直接讲台股瞎了眼 我很少看到这种情况 你说台股出了什么问题 我刚刚我在连线的时候 主播也问我 他说以今年度来讲的话 全世界在评估东亚的发展和南亚的发展会非常好 我就问主播说台湾算哪里 台湾算东亚 这是我第一个标题 我说飞盘大涨 AMD大涨 NVIDIA创高 美光心思涨 台股瞎了眼 接下来我就告诉各位 因为这是棋子结算 你不要说我没讲 我前几天我就讲了 因为他们还有一万七千多口的空单 他也不管你美股涨不涨 他就是要赚这个 因为我跟你讲这样杀下来 从过完年后杀下来杀了八百点 我不能讲指数 但是你知道指数差不多差了两口的指数 那他们要赚这指数的钱我也没办法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拼命买台股的是外资 选后拼命的灌台股的也是外资 因为他就是要指数要赚这个钱 我觉得他们要做这种事情 怎么压以后就怎么弹上去 这个我要跟各位做说明 一样我们这个限时活动 当你们看到我们最近跟各位讲股票 你会感动 因为我跟你报告的股票 基本上大盘就算跌它也不会跌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这有电话号码 反正你就做这一档就对了 好不好 你想知道的打进来 我再加60天的红包给各位 这个大家好好的把握 那一样 你如果两点半有在收看东森YT的 也麻烦你加入我的YouTube 以后再跟我讲 一定要加入我的 因为我也说过 我有一个新的计划 我希望这个以后直播能够拉长时间 因为25分钟我讲不完 讲不完 那我也国内第一个跟各位讲这个 我认为杀到季线基本上已经over 为什么 你看加钱指数在去年10月31号 11月1号那时候 废半出现背离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这里会涨是15975 那涨到了17956就是过完年以后 这有一个叫黄金切割率 0.38的位置大概在17200点 我觉得够了 因为刚好也是季线 指标在低档 其实这张图表跟另外一张图表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学过技术分析叫做季线往上回测季线是买点 对不对 同不同意 是好我给你再看另外一个 这叫台币 好巧 台币也是在去年10月31号那时候 开始一路的升值 我们讲的升值就是它的线形是往下走的 这个我当时跟各位讲过 我不能预测它 但是的确 它这一次也出现了股价创低二次黄金交叉往上的背离以后 一直往上走 数字越来越大就代表它是贬值 贬值的情况下加全指数就开始跌 可是它也来到季线 以这个线形图来讲 它是季线往下反弹到季线 指标在高档 而后会怎么样 我不能预测它的未来 但是你看图形你应该知道 所以这张图形如果说你有学过技术分析看得很清楚 就是加全指数不应该再卖了 然后呢 这个你们自己看得办 一些如果你们对于外汇操作有兴趣的 反正当时台币这里出现头型 我是第一个在节目中跟各位讲的 我说出现头型的 所以台币一路的升值一路的升值一路的升值 升到这里的时候又有一堆人很担心台股 为什么 其实在台股做股票很累 如果拼命的升值 你又害怕说这个 以出口为导向的电子会有什么 会有汇兑损失 那最近台币在扁呢 你又说乐钱出去 那到底要怎么做呢 收看超越巅峰的节目 好不好 这一档叫台积电 你看台积电的走势你就很清楚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档叫台积电 我说台积电没有跌了 你们看我节目我就跟你讲 你也不要一直在想着说 我今天我一定要去追逐一些那一种 我也不能讲人为草作的 当然最近有一个集团很强 我都不解了 你们到时候以后看下去就知道了 那个没有什么基本面一路在涨的股票 我是不会讲的 但是我觉得知道全市场 想要收会员的老师就一定要讲那个集团了 我只能讲那个集团 没有什么基本面我不讲 但是我会跟你讲台积电是 你今天台积电就没跌了 今天台积电没有跌 台积电没有跌 然后 我刚才讲台积电的时候我也讲了 13天时间转移 我说缺口会回补 那我昨天也在开玩笑讲 我说外资明明看好台积电未来有688块的实力 我昨天还问导播 我说 插了100块钱 你们居然还要说等这个汇率更明白再动 那你这个报告出了不是三条线吗 我昨天是不是举例子 算了啦 我相信你们看得懂我在讲什么 然后投资平等680块合理的股价 既然合理就是认为台积电会到688 那580为什么不能买 还有一百多块空间为什么不能买 这也就是我昨天跟各位讲的 台积电 你们慢慢看下去啦 我觉得台积电还不错啦 还不错啦 那至于说这个转单效应呢 其实我看法还是不变啦 我还是非常看好正文啦 我这也跟各位讲了 21天时间转折 这是一个大底 虽然他今天 今天有稍微有回一些 但是昨天外资买了 4332张 我知道股票不好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震荡 那无可厚非啦 无可厚非啦 我只让你看一下 昨天外资你自己看 4300多张嘛 我觉得盘就是这样啦 有时候 我觉得这种转单 它不可能只有一天两天的 我就跟各位讲 不可能只有一天两天这样转单的 昨天外资真的有买 买了4332张 你看这两天大盘再跌的 我们当时跟各位讲的时候 你看在这一天 34.75 这两天跌的这样稀里哗啦的 你不会赔钱啦 我只能说我尽力的 我觉得 有时候在下跌的时候 你不要祈求说什么股票会这样 有时候只要能够不跌 反而有小涨 我觉得已经是不容易的 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那我也必须讲 其实以昨天来讲 每股涨最多的是AMD 涨了8%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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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陆陆续续等一下再跟各位报告一些 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大盘真的是非常不合理 有非常不合理 你不合理以后才会有利润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越是有不合理的以后才会有利润 越是不合理以后才会有利润 我这样问各位嘛 你看美股的肺瓣也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来看美股 我给各位看一下 你就知道说 今天我解盘有点小小的生气 你看肺瓣 你看肺瓣的位阶 所有均线 它是在所有均线之上 这肺瓣 你看肺瓣 你看肺瓣 再看看 那我再给各位看一下 纳斯达克 你自己看纳斯达克 根本跟台股完全背道而驰 有时候我在打这个的时候 你们顺便看一下 你看它所有均线往上 站上所有均线之上 这叫做美国纳斯达克 跟台湾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还是做电子 好不好 还是做电子 你看肺瓣 一样所有均线往上 站上所有均线之上 更不用讲说昨天的NVIDIA 又再创了历史新高 昨天的AMD涨了8%多 我们台股完全就是无动于衷 有时候真的我会觉得 台股是怎么了 那我也跟各位讲 这个AI的股票 基本上我还是看好了 这是当时220块5毛的广达 2382的广达 我给你讲它不容易跌的啦 因为底已经打那么漂亮了 底已经打那么漂亮 那头进这金有在买 头进这金都在买 还是在涨 我跟各位讲AI真的是还不错啦 那我只能说在一个很不公平的条件下 帮各位找到一些股票 我已经尽力了 在广达 你们也看在眼里在广达 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 非常不容易了 已经不容易了 在这种不公平的条件下 我为什么说不公平 他们有那么多的空单 一万七千多口 他就希望台股跌 我说实话 如果说昨天美股大跌 我没话讲 美股是涨的啊 我们也跟着要被拖下水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 创造奇迹 这有时候 这叫伪创 就是4块6当时跟郭尔强伪创 我尽力了好不好 我觉得还好 底也打得还不错 我觉得还好 头心也都有在买 我只给各位看说 这段时间为什么跟各位讲这些股票 虽然它没有大涨 但是最起码就是稳 就是稳 我说我有尽力 我觉得股市里面有时候 会有点小小的 对于大盘的 因为我说实话 每个人在做股票 你们都用辛苦钱在做股票 有时候对于那种不公平的对待 很不舒服 我说真的 这个 我会有替你们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个样子 明明前一个交易日 美国 因为马丁路德纪念日 没有开盘 台股昨天外资可以卖了400多亿 就为了它指数 昨天的废半很争气的涨了1%多 结果 NVIDIA的股价创了历史新高 AMD涨了8.16% 美光也涨 你等一下再看 其他我在跟你讲的股票 有没有在动 结果它完全不理会 对 不行我也不能太激动 我血压会高 但是你们也可以留言 我觉得你们觉得公不公平 这是我们之前 上个月跟各位报告的一些股票 我昨天也给你看现行图 我说不管是旺系 太神万论 这个是旺系 就是太神 万论 今天万论差一点党提 我不会引以为傲 我看到这种行情 就有时候很不舒服 就是不舒服了 你看今天一开盘就是这样 到最后也是这样 你怎么去跟他 根本讲都没有用啊 他们就是为了指数啊 我也不能讲说不择手段 你说这样一路杀有道理吗 可是我又话又讲回来 如果说你们比较理性的人 你就会知道 如果你愿意去接受 我跟你讲的 你自己看 是不是他 这个刚好来到季线嘛 其实有时候股市里面 KT是不是也在高档 这样子上去代表数字越来越大 叫扁嘛 那你觉得季线过得去吗 这叫加钱指数 指标在低档 你觉得季线会一直跌破吗 有时候就是一种物极必反的原理架构 所以我说 你们要仔细思考 未来的主流在哪里 我们 节目中文跟各位讲 我昨天跟各位也有讲威健 我给你看一下威健 他最大的客户叫做什么 全球CPU龙头AMD 是亚太地区他最大的经销 他是他最大的经销项 叫做AMD 昨天AMD的股价在美国涨了8% 那你看看今天的他 跌了三毛 我觉得有时候很不合理的地方就在这 你没有办法跟美股做个贴切 你没有办法跟美股做个贴切 所以我有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如果说我判断是错的 你昨天你们收看我的节目 一定有看我在讲AMD 那昨天AMD 在美国股市涨了8%多 那他是标标折成的AMD概念股 居然没有涨 我也只能笑一笑 当然你们会讲说另外一档就有涨 他不是AMD概念股 他也是通路股 我昨天就有讲以通路来讲的话 他赚3.06 你们自己去看股价 股价差了几倍 股价差了几倍 我觉得赚了大概两倍多 你看股价差了几倍 你用30块来计算 这个已经来到147 差了五倍多 你们觉得合理吗 这个你们自己去想 包含一些你看 这也是IC通路的至上今天也是上涨 大连大也涨 我就觉得奇怪了 IC通路本来就应该涨了 只是我说实话 昨天他是有涨今天回 你看大连大 你看大连大今天创高 我没有说说IC通路一定会涨 今天的大连大也创高 对不对 大连大也创高 文业也快要创高了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讲 如果你让我来选 我觉得他就真的是委屈 因为这底打得那么漂亮啊 你要跟大连大比 你要跟文业比 那怎么比啊 瓜哥们有时候我们是真的 是出自于说 我希望你们可以买一些机器比较低的股票 我的看法 你自己看看 没有错吧 你以大连大来看的话 大连大是不是创高 没错啊 它是不是IC通路商 是啊 那文业是不是创高 是啊 也快创高了 那既然IC通路都会涨 那跟AMD有最直接关系的这个威建 你们觉得该不该涨 我整个大方向我都没有错 我只是让各位了解说 其实有些股票你们自己 要晓得怎么去判断 要晓得怎么去判断 那还有一些比较分析 你像这个讯星KY 这一块 讯星KY涨上来了 昨天回一天也涨 这叫CPO概念股 我不相信你们没有看我节目 我没有讲讯星 昨天它稍微有回 那我等一下用另外一档股票来跟你讲 我也非常看好 未来高阶 封测这个区块 所以讯星KY非常强 所以威建我讲完了 你们如果 相信 我的分析的 我觉得IC通路是未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块 今天大连大创高了 今天文业也涨了 没有理由威建 是你们再看一段 你回去看我昨天讲 它是全球CPU巨头AMD 在亚太地区最大的经销商 你回去查查看 昨天涨最多的是不是AMD 如果是 你给威建一票 好不好 我是觉得做股票本来就是这样 要合理一点 昨天AMD涨了8.3亿% 毫不公平 我本来有个今天最起码要来个半根 没有 但是你们就继续看下去 昨天的AMD AMD不问我再解释是 就超微嘛 涨了8.3亿% 它是AMD概念股 在亚太最大的经销商 结果今天没动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们再看下去 那南茂 我为什么今天要讲南茂 我有做一张比较表 大家看一下 这南茂还在低档区的 这是南茂的一个走势图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 南茂跟迅星KY的股价 这以昨天收盘价来看 对 迅星181 南茂42.8 你觉得他们两个价会差很多吗 我觉得差不多 两块钱 这差不多 股价差了多少 差了四倍多 差了四倍多 讯星KY当然我也看好了 所以今天的讯星KY来看 对啊 今天讯星KY是涨的 今天又多涨了 来到190了 你明天有看我解过讯星KY 我就不在追溯了 那我觉得南茂为什么 我要请各位要特别留意南茂 因为G期低啊 G期低 我看一下今天他收盘的位置 还不错啦 我就说有时候要还给他们一点公道 你不要为了卖股票 我给你讲公道在哪里好不好 我为什么说南茂里面要特别留意 它是全世界Driver IC DDIC的第二大厂 全球DDIC的第二大厂 有提供DDIC系维体逻辑 还有混信IC的封策服务 那当你看到讯星KY在涨的时候 你要特别留意到南茂 为什么 因为以昨天美国股市 我记得哦 SMPS就叫星思 昨天涨了3.09% MU昨天股价涨了2.69% 如果不是说今天集子结算 你说这种股票能不涨吗 能不涨吗 我问各位观众们能不涨吗 它跟它都有关系 最直接关系的 美光 星思都是它客户 一个昨天涨了2%多 一个涨了3%多 今天它小涨而已 算不错了啦 跌了快200点它还小涨 那我会看这种南茂 有一个因子在 我给各位看一下 你们仔细看 文艺为什么会涨 最近头信一直在买 来来来 头信在买 对不对 我把头信摆高一点 你们看得比较清楚 头信在买 最近头信在买 对不对 之前有卖 所以文艺上来 那你要晓得 南茂头信是怎么买的吗 这样子买的 我给各位看 你自己看它怎么买的 看到了 所有均线是往上 一直在买 头信一直在买 一直在买 我不是说外资不好 我真的我觉得 头信在这一波里面 他们真的很努力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努力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你如果说看了文艺的上涨 因为有人讲 文艺今天很强 因为头信 因为头信 差一点涨停 大家以为就涨停 因为头信在买 对不对 头信在买 我承认头信在买 所以文艺很强 那我问各位一下 那南茂呢 头信有没有买 买的才多耶 所以我给各位几个方向 我们要跟着美国股市要贴着在走的话 你基本上 我个人认为 IC通路还会再涨 你看到文艺就知道了 所以 我一见各位特别留意到 因为它本身是AMD肝领股 那再来来讲的话 如果以头信买那么多的情况下 昨天的心思 昨天的美光又大涨的情况下 南茂也不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被埋没 所以我觉得 包含台积电 我的看法也是这样 我觉得 股票市场上其实很简单 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觉得这是抄跌 那当然很多人会想到 等到收盘的时候 看一下外资的整个期货的 到底有没有转仓什么 那我不管 我只是要问问他们一件事情 你们台湾属于东亚地区嘛 你们自己也出了一个报告说 台湾是属于东亚地区没有错嘛 那我问你一下 那东亚地区的日经指数创高 你看看台股在哪里 台股在哪里 你如果说今天看到日本股市是回 我也没话讲 不是喔 日本股市还在创高 台股今天却回季线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外资啊麻烦你们听了进去 请你们看一看 美国的纳斯达克 美国的废办是涨或碟 不要为了你们去做指数 而牺牲到我们 这个我必须要讲真的 然后结算完 一切要回归于正常 所以我刚刚给各位看了 几个方向 请各位好好的记牢 那最后时间我还是跟各位讲 你打电话进来 有任何的问题你找我 我尽量帮各位解决 其实会期那些都不是问题 我就加60天红包给你们 就算打折也都没关系 问题你要跟着我一起操作 你看我跟各位讲的股票 基本上大盘再怎么跌 它都蛮不会跌 而且还抗震 就代表它就是未来的一个主流 我们只做未来真正的一个主流 你可以借由light 你可以借由电话来找 有一些苦难 让超越巅峰的图名峰 来帮各位承担 我看好未来的走势 一定有红包行情 大家加油 大家努力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材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勾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